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來到NetChan頻道的時間 這集節目就是遠利譚生活 就是我和大學同學總經理 譚鴨生活的一個Podcast節目 今天想和大家談談就是這樣的 話說總經理之前也曾經找過我 就是玩Poker Texas Hold'em 但上次他找我就是星期三 跑馬 今次他找我也是星期三 他們是很職人的 Texas Hold'em 但今次星期三可以去 總之那個星期剛剛是國慶賽馬日 10月1日星期二跑了 我又沒有想不到這件事 你不要約你星期三 對 對 我約你沒有想到特別星期幾 對 應該四二開星期三 對 對 然後呢 有趣 其實Texas Hold'em 雖然我都比較喜歡計數 還有玩一些 開銀行三日號賭博遊戲 我也可以的 但是我不是經常玩 我很少玩 其實呢 我玩Texas Hold'em的經驗 是十隻手指數得了 我估計第一次玩都是跟你同一班 即是類似的那班朋友玩 就是那次是 都是我們 即是我現在住屋園 不過是 你的朋友那時候住 都是我同一個屋園 那時候去很多年前是第一次玩 然後呢 在上海呢 都有玩過三四次 頂籠四次 跟著呢 即是一加四 上海怎樣玩呢 跟我們香港的中學同學 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 都是2000元籌碼 200元 2000籌碼 200元 但是就是萬塊 即是一樣呢 其實我們玩港幣 即是一樣 那就玩了三四次 跟著呢 第六次呢 就是剛剛 早兩天你已經讓我 就是那次 即是很少經驗 我們數到幾多次 數到真的很少玩 即是很少玩 那怎麼辦呢 如果要你很快總結兩句 你這樣叫我和你第一次玩台 那這個 我想跟各位觀眾說一說 剛才我剛才跟總經理說 要巨勢武魂 你又要我立刻 他要結論 那你現在什麼事先 你現在什麼事先 好啦 好啦 游頭說一次 不用游頭說一次 即是我說 我現在是要鞭探一下總經理 剛剛他有個金魚記憶 剛剛才說完 巨勢武魂 那我收到信息 那當日呢 他們約了什麼 七點多 七點 在旺角 那我就說不行 我總之七點才在 元朗附近的地方 做完東西 那我就 那我在旺角 那我就找一些 最快的交通工具 結果就找到 又便宜又正了 那我坐短程巴士 去大南隧道 再轉一輛巴士去旺角 嘩 你坐巴士都說 要不要說 巨勢武魂 因為有很多方法 你又大排講起 哈哈 我還未由下午開始 怎麼準備講起 那我坐巴士 很快 10分鐘到大南隧道 大南隧道等車久了一點 然後呢 可能20分鐘 已經到旺角 我第三個站就下來了 大南隧道 其實第一個站已經旺角 我是第三個旺角 燈打時階路 那下去就 因為他們已經開始了 那我就趕快找東西吃 最快最簡單 都是麥當勞 然後就上去 然後我看看地址 我問一下 總經理 那這個地方是全層的 我一進去就是 我以為有很多房間 很誇張的 就在全層的派對屋 那我還未去過 那我沒有去過 那就是全層的 只有一個門 然後我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們的地方就叫 我想開上海街 那是所謂的 是不長的 上海街 哇 走到很旺角 很旺角的地方 我真的很少走走 然後去到那個大廈 我都不知形容 那些港產片 是很舊式 就是只有一個看間 對 一個看間 一部電梯 一部電梯 到交易 對 一部電梯上去 上去 就是只有一個單位 然後一打開門 就看到總經理 在這裏 還有一些朋友 在這裏 那他那些唱歌的朋友 你有沒有看到女兒 沒有 有都不說 免得太太和女兒聽到 沒有的 沒有的 沒有人帶子女去 沒有人帶子女去 那總經理的唱歌 總經理 大家有所不知 他都是唱歌的 即是他不參加中年好聲音 有點可惜 因為他都是莫華倫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唱歌 莫華倫是否南高音 喂 你說Poker 不是 我喜歡說一下 你不讓我說一下 莫華倫是南高音 是甚麼音 還是低音 你也是南高音 你是南甚麼音 不是 我 你講一下之後 就跟你講 你講一句 我介紹你 你的朋友是唱歌的 你講一句 是南低音 南低音 我們是南低音 你不是莫華倫 OK 然後進去 就真是 比我想像中 兜貓 那間派對屋 都挺殘忍的 但是 甚麼都可以玩 都是那些 唱歌 Poker 還有甚麼 還有很多小遊戲 打遊戲 麻雀等等 然後進去 然後 他們已經在玩 我進去玩 之所以 我覺得他結論了 差不多 我先講一下 那次總共有七個人 我 剛才想一想 在拍攝 播客之前 我排名 尾三 因為 總經理 輸了一底 多一點 然後 另一位朋友 好像剛剛輸了一底 因為最後那波 輸了一底 我就輸了一底 少少少 輸了1970個籌碼 所以 我排名尾三 我覺得成績 合理 因為我 好笑話 我覺得 整體體驗 都是不錯的 總經理 你有甚麼可以分享一下 對於這個Poker 你這叫做甚麼巨星 你把那些 玩Poker前的 說到那些 過程 過程 過程等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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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程你講 過程 首先 因為第一次 其實那晚有兩個 都是新加入的朋友 即是有同台 有五個 有兩個 即是J J的朋友 都是新加入的 J的朋友 對 其實 首先 我覺得贏輸 真的不是很重要 對 我想跟其他賭博 有些不同 麻將可能都是 不過麻將 我覺得 比較在意 Poker 第一個 我覺得 我給到你的 評論 就是 因為 其實 有 我那五個朋友 玩了很多年 如果數 數以 五年以上 可能未到十年的 玩Poker 都很久很久很久了 結果 我們都來了 其實 糖水滾糖魚 不是錢的問題 第二 大家玩的過程 大家對於牌路 對於大家的作風 甚至凝固 眼神 已經很熟悉 所以其實 是在玩的過程 樂趣 是會遞減的 即是 等於 認識過你這麼多年 知道的偷雞 真的那些 大家都知道 你是一個勇的人 或者 一個 扮演很厲害的人 或者你永遠都是 表露於你的 偷雞 你的樣子都看得出 小動作那些 我真的知道 那些圖案 或者 出chips 就是落著 重手的程度 都有即可塵 所以 其實 大家已經摸到 很熟 變成 大家 例如 我猜你是什麼牌 或者是好不好牌 然後 你的反應出來 大家 所以我的反應 有些東西已經公式化了 即我看到你 擺在這裏面就偷雞 認識你這麼久 是不是 那我們 互相 要自己 調節那個難度 很高 而且實際上 都不容易 有新人來 真的有個好處 就是 新人 大家都好像 無論你 看我們 我們看新人 都是一個刺激感 會回來 這是第一 另外 其實那個場 又要補充 真的 我們自己都覺得很頑皮 因為 其實是因為 方便 上次我們是去港島 但事實上 我們很多人都 都不在港島 都是臨時的 你看到 你都很臨時的 立刻就上網看 旺角 有個派對室 就找一間最奏手 所以 這個下次改善 最少 最少 那張桌子 如果有一張 那張桌子 真的不行 我們之前那間 都是有個 正確的桌子 體驗會差很遠 是 很遠很遠 籌碼 啤梨 那些是 如果那個 器材 那些東西 是齊備 其實是挺享受 當然 如果 喝紅酒 吃雪茄 那就更好 那裡 那裡是不是室內 不能吃的 那間 那間 自己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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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很多 都當自己地方 即是甚麼意思 即是你說的 派對室內 自己地方 那你不是公共地方吃煙 就行了 OK 我想說不是吃煙 是一個享受 如果 環境 旗利 牌是乾淨 籌碼 籌碼有齊 跟著 那張桌子夠大 拿著手 在那裡 對籌碼 那些 體驗 其實 過程是勝於一切 沒錯 非常好 那你覺得 作為一個卡遊戲 你是否享受卡遊戲的刺激 我都是社交活動 我對於這些來說 因為 我個人 其實我都很喜歡計數 很喜歡 憑計數戰勝 其他人都喜歡 例如賽馬 但是 其實 我拆開一點點 但我對於 賭場 都是計數 都可以計數 但我對於賭場 沒有什麼 不喜歡 我不喜歡 玩賭場 因為可能 其實我也是十幾年前 去過 近十幾年 我去過兩次澳門 有一次是公司活動 所以沒有去賭場 有一次是不同 其實澳門的賭場 其實我覺得澳門的賭場 是很不同的 很薄殺 感覺 我的體驗不是不好 對於我而言 不是 但我曾經去過 拉斯維加斯 那些賭場 那裡是比較 有趣的 有趣的 就是一個娛樂士 氣氛 比較好 但那次去拉斯維加斯 也沒有去賭場 其實我對於賭場的 那些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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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我完全沒有興趣 反而 我不是的 我聽你這樣說 其實應該要將 所謂的國彩娛樂 尤其是私人國彩的玩樂 都細分 一句話 這叫賭博 有些太過籠統 我相信 在你心目中 就像講菜馬 你這麼熟 你心裡也不是那種 我賭一賭 就是賭彩 那些賭場 那賭場也是 如果你說 最近次的活動 我覺得 打麻雀是最相似的 即是有一個社交元素 是很大的元素 如果你問我 是最大的最大的元素 是真的那個 這個聯誼 尤其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不覺得 是女孩子 賭場 賭場 是很男性的動作 我跟你們分享 我去上海玩 都有女生玩 因為 上海香港人 即是中學同學 或者 男朋友 那些 通常一對 老婆 老公 都一起玩 他們 都會有 可能你們不找 你們有其他原因 沒有原因 但是我想說 我想說 譬如我們 說回那個遊戲 那晚 其實 我們沒有特別去介紹 所謂的 排路 排風 讓你上去 以前沒有說 即是說你都不記得 誰的名字都不知道 其實我覺得 真的 很會說 跟性格 是直接掛勾的 剛才你說喜歡計數 我不敢說其他人 至少我自己 我的過程中 很少計 當然 那不是盲目的意思 即是說 我不會說 出了三隻A 兩隻Queen 所以按比例 誰的比例 就相對高一點 這樣 而去到這麼仔細 我就覺得 我的腦袋是沒有進行 當然你說 台面上 大機會是俘虜還是花 還是蛇 那這些當然會計算 但是 去到說 要計算一些牌 或者是 這樣就少一些 反而 其實 那晚我沒有機會 跟你再 聊一下 其實 反而 有一個 所謂的 Cash Counting 動作就很視乎 於不同 例如 preflop preflop 即是三隻未斷開之前 去到flop 即斷開三隻 即第四 第五隻 每一個步驟 哪個 race 哪個跟 哪個re-race 反而 那個過程 是更重要 於台面上 這段的 可能性 即是 我們 玩了這麼久 經常都會 有一些 classic一點的遊戲 例如 去到all-in 或者有些 大家猜到最後 總之是很classic 例如 俘虜打一條花 三小打 三小打 頭皮 打一頭鼓 猜到最後才發現 哦 原來是這樣的 這樣 之後 真的會坐下 花幾分鐘 坐下 回想 你preflop 哦 原來你偷雞 去到第三隻 第四隻 原來你才能駁到 那隻 我 這樣 就會重新走一次 過程 去想 哦 如果基於這件事 就發現原來 那一棵 究竟 阿A 或者你說我 其實如果你留意 我覺得 都很 不薄的 即是 通常 第三隻 即是 三隻之後 我自己都回顧自己 通常我可以去的 都一定有 我很少會真的沒有牌 這樣去 那有些 台面上有些其他的 朋友 其實是捉不到 即是 他有些真的 他可能 三四不同花 都跟到第五隻 扮遊牌 很多不同的人性 其實是人性的一個過程 現在我跟觀眾分享 我懷疑 現在 總經理想偷我雞 下次 即是他下次去牌 即是說他有牌 他一公開跟大家說 他去的都沒有 他又敢說 我講給你聽 可能好像那些看賭神 我不是說 你偷我雞 就是想 我上過三千鋪 就是鋪牌了 這個動作 你這樣跟我說 我現在不太傻了 我不管 不過 再分析 就看一點 不是每次都能分析 因為 我意思是 你不是每次都牽開牌 我牽開 然後 另外兩家跟那些 贏到就不開 那你就 會很深刻去分析 那 看一看 你怎麼處理 加多一個點 你那天 我們同台人最多的老闆 對 其實 他 他真的 很享受 我覺得他是最享受的 不是贏 真的不是贏 我 有一個位 我問 為什麼你每次都 看著 誰誰 就是揭牌 他不是說 看一看你的樣子 假裝飾演 我發現 其實他是很享受那種 看著每一個人 揭牌 他不是想 裝你的牌 而是想看你的表情 而去看每一個人 那個牌路是什麼 然後 他會透過他的判斷 去作出相應的贏 其實我也留意 他這個位 我不是留意他的牌 我發現他是很享受 一些 那個過程中 令他驚訝的 所以他贏是有道理的 他是不斷看著 人的表情 去做判斷 他反而不太好看牌 當然 基本上一定有 所以 贏是有道理的 不過我覺得 是挺好玩 反而就是 有些很認真 看遊戲 有些可能 按電話 按了一半 有些是在手機 玩 那 另外我旁邊的 另一個 其實他是一個很斯文 你也知道他是做教師 我不知道他是做教師 他是做教師 是 就是看得到斯文 對著一些年輕的年輕人 你看到他都相對 不是那些 同台 做生意 做Ibank 他是做教師 相對就是斯文很多 但是 無論如何 不關那個背景的事 坐著 拿著那幾張牌 你就會覺得 真的挺有趣 而且你知道 有很多東西吹的 是吧 一天唱歌 又玩又唱 那是個過程 你會再加入嗎 下次再加入 一定會 有時間的話 不過你們是否通常 是即日 我想問你們 通常約會嗎 其實不是 通常會約下星期 不過通常約下星期 有可能說 星期二、星期三 講一講到 這個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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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兩天 確認 明白明白 明白明白 明白 通常都 通常都可以 你們通常都是 7點 開始 這樣 這樣 最好 正正常上 這樣 最少三個小時 非常之好 那 那 那 其實 過程 和硬件 是 非常大 我 反而 我又不太想打麻雀 我不知道怎麼比 但 你問我呢 這個也是一個 我自己都很喜歡的 聯誼活動 那 我覺得是一個 挺好的聯誼活動 如果聯誼活動 只是吃飯 又很奇怪 新朋友 只吃飯 就不知做什麼 你明白我說什麼 新朋友 吃飯 但有些東西玩 就好些 例如 我 其實我 都是內典的人 例如 我上海 和朋友 中國堂 最初幾次 甚至 玩了很多次 中國堂的太太 或者其他 朋友 我吃飯 都不會說很多 然後他們 經常都說 我一上到麻雀 因為我們通常 打麻雀 打台灣牌都會 上海 都有玩Poker 但是Poker 所以是三四次 其實打麻雀可能是 十幾二三十次 那 他們經常都說 很特別 就是我一 落到麻雀桌 我就有很多話 或者Poker 但是平時吃飯 我就少一些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玩 心情 很輕鬆 說笑 挺有趣 我覺得 在這個遊戲中 社交 說笑 也不錯 其實也是 這件事 真的 因為 假設 那晚 沒有誰 是面對面認識的 可能是網上 有時候 有時候 這麼巧 但 真的見面 第一次 但我 就下樓 上來 我經常發覺 那個氣氛 是同台的七 六個人 好像熟悉 很熟 很久 是啊 是啊 不關我男女士 我覺得Poker 這個環境 都幾容易 去容納到不同的經驗 背景的人 反而 你有覺不覺得 其實 後來 其實 後來 那晚 都沒有什麼 可以 所以 大家都玩得非常 非常保守 不等於 要上去很大 才叫做 其實 大家全晚 都可以 數了三次 這樣也好 而三次 其實 好像只有一次 大家會去到尾 三次 有人 叫 全面 兩次 對方都不去 只有一次 兩個 鬥到尾 沒錯 那是少 相對 相對少 那 下次熟 一點 可能會再好玩 再好玩 非常好 非常期待 熱誠期待 好啊 那下次 上來就能賭 嗎 不用 不用了 我怕這東西 不要理我 很難搞 太多人 太多人 那有什麼建議呢 因為我們自己玩了 十年八載 可能就 你有沒有什麼 覺得 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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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個位置你最喜歡呢 什麼意思 哪個位置最喜歡 哪個環節 你最享受 哪個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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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 很難 很難 其實我都 立即是說 算 因為我對於這個遊戲 算是非常之順 我都是普通的計 玩一下 那你說 我覺得罪人載 都是 沒有啊 我都是覺得打牙膠 玩一下 有時候去到鬥到尾 我揭開贏 或者揭開輸 我也覺得挺好 我又沒有 我其實呢 玩Poker 其實呢 那麼多的類型 其實我最專心的 就是 其餘那些 打蠻獎 就是玩台灣牌 就是上海 或者說Poker 我沒有什麼需要研究 我不是 我不是 是那些 因為 你又不是 賺很多輸 很多 就是上落 兩三四五百元 所以我又 沒有什麼會花很多時間 認真去研究 我覺得過程 好玩就是打牙膠 這樣就 偷偷雞 另一件事 你當是 一個 next step 也好 我們預備下一次 如果再玩也好 其實我們以前 也有聊過 自己 我們其實呢 互相 會傳閱一些 就是 World Tournament 或Poker 上網搜尋以後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最出名的 Tournament 就是去看別人 怎麼玩 那 事實上 事實上 如果去到 專業一點點的 Gain 就是 亦都是一個 指示 來的 其實呢 很少說去到最後 揭牌 這個才是最大的 一個 純粹說 經驗上的 觀察 就是 其實越沒有經驗 或越玩都不熟 的Player 就會去到尾 就是 因為第一 你 最後要揭底牌 那些人就可以重新 trace到你 每一個步驟 到底 每一個步驟 你的Bed 和你的反應 到底是偷雞 還是什麼 會對上你的表情 就是 你一看通了你 所以 揭底牌 這個動作呢 其實是 火面側面 就算你贏 就算你的牌 多漂亮 要贏 當然最後你是超大的 像同花筍一樣 你開得很威風 但是 有多少拳是同花筍 可能 10拳 3-4拳都偷雞 你不會被人見到 所以 就算你是好牌 如果能夠用你的Bed 去令對方 蓋牌 其實才是真正的勝利 這個是 非常 非常有趣的觀察 或者分析 事實上 事實上 就是 要支援這個方式 令對方 單憑你的Bed 單憑你的身體語言 就決定去 還是不去 是更重要 你的牌 到底是甚麼牌 其實這個過程 真心話 我覺得 和學測 人生月曆 和經驗 是同一個道理 你底牌 真的 無須要揭開 所以 最關鍵的就是 貼一貼 底牌 真的要保留 到 非不得已 才會 看得到 看得到 更多 還有 他們 很多行為 還有 有一個 在那邊 另外一邊 聊得很刺激 就是 他們好像在模仿 一些PokerPlayer 的一些 紅衛舉止 都是 偷雞 等等 挺好玩的 所有的建議 就是看看 World Tournament 不同的Player 一些 Lockback的辦法 作風 舉止 一定會學到 不過我打算 下次也是 猛拳打死你們 女士夫 打 可以 下次贏 你一次 可以 可以 我有這樣的想法 另一件事 因為我們之前 最常的 就是四個人 最常 五個其實都不錯 到七個 其實玩法 已經很不一樣 因為七個 會完全知道 其實只有兩個 是 Small Blind Big Blind 有五個其實 蓋牌的成分 是很低的 就是不去而已 所以 人越多 那個 相對沒有那麼好玩 因為 有很多人 是 會不去的 那 即是 去的那些 都要有少少少東西 才會去的 因為你覺得自己 你不去 無所謂 有五個都不用 馬上要去的 我有五個可以慢慢想 所以 你去 Bad 成分 利場的成分 很低 所以你落得長 你的牌都多多少少 有少少東西 才會玩 也會把整個牌的刺激感 減低 因為大家都有少少牌 即是偷計的人會少了 反正說 而再加上七個人 大家都會相對保守 因為 其實你贏的那個人 你贏了六個 如果你全都玩了 六個人的錢 都可以的 所以其實你會早些 遊戲會完 但如果只有四個人的話 有兩國玩 第三對四個人 相對上 我偷計的機會 就比較大 因此 來往 是會激烈一些 可能這局 沒有一半 下局回到雙倍 但當七個人 因為拉平了 那個彩詞 大家在一個很小的範圍出入 其實市場會相對低一些 但我不是叫你不要理 對呀 尤其是你發現了這個位置 就可以看看如何去提升 好 下次我決心 好嗎 這個經驗分享 是不是挺好 挺正 都挺好的 總之下次就決心贏你錢 下次直播Folka 我們這個頻道可以 直播 我下次 我會下次 今次輸1,970個頭牌 下次跟我玩 我會報告我 我會計算多少 下次 好 好 又成了 好 下次再見 再見 拜拜